这是属于福复的一场好戏 人家都是搬住吃老虎 福复是搬住吃自己 可能500年前 福复把纳维带回丰丹时 他的计划就开始了 把纳维唯一重任 然后自己装疯卖杀 让丰丹的实权从神明身上 转到了纳维身上 他帮助纳维用500年赢得了民心 让丰丹不至于 因为他这个神明的隐落 而陷入恐慌 走到今天 丰丹失去了水神 不过就像是失去了一个机箱物一样轻松 他骗过了所有人 就连朝夕相处的纳维都没有察觉 现在福复的计划 只剩下最后一魂 于是他把舞台交给了纳维莱特 最后的大戏就交给纳维去眼了 在他的计划中 他既是棋子也是棋手 既是导演也是演员 既然命运说 福复只能坐在神座哭泣 那咱就反其道行之 回首一个原地自盗 我都死了 看你咋让我哭 主打的就是一身反骨不服输 这批为看的 与我上学 听数学课都认真 不过也不排除 老米一贯的 一味虚晃一枪 毕竟原爆的神奇之处 就在于 能把一整个版本的巨星碎片 简称一个跟主下完全不搭辫 但又极其合理的东西 所以4.2赶紧来吧 是生是死 就看4.2了